普通人做小生意 能不能年赚七十万 一个小伙子用了这个方法 一天赚了两千六百元 他找到一屋最大的批发市场 仅三千双袜子 成本价一块一双 买十元一双 市场上十二到十五元的拖鞋 进货一双四元 进了一千双 花了四千元 在当地市场 摆摊卖袜子 买三双十元的袜子 送一双拖鞋 听到这个活动 很多人都买了好几双 一天全部卖完 赚了两千六百元 用这个方法 到城市人流最多的市场 全部走一圈 坚持下来 一年就能赚七十万 小生意就要从小做起 肯定必须打工墙 时间久了 你不仅懂得了怎么做生意 而且还会发现 有更好的生意可以做 思维影响人生这本书中说 很多人认为 赚不到钱是钱难赚 其实是没有赚钱的思维 生活中处处都有商机 当你懂得提升自己的思维 来赚钱时 成功只是算少的事情